在大樓那裡,麻煩你幫我看房子 等一會,你不要學上次打回來叫我做這樣做那樣 蛤 蛤? 就這樣,你現在拿衣服去洗 我出去了 哎呀,有鮮賣 對了,我記得去年 吳山太太她拿著把,撥得很涼的線 我都要買一把才行 其實買一把來用都不錯 就買一把了 奇怪 掉轉了 有隻小兔,真是很可愛 這把線都不太好,對我來說太可愛了 富士山 非常厲害,全個狠一富士山 這把刀好像不太適合我 看看 這把太誇張了,又不是變魔術 是茄瓜 看起來好像很好吃 抱歉 抱歉,我現在又不是肚餓 為甚麼好像把一把都差不多 這把,感覺不錯 還很涼爽 歡迎光臨 我要這把 請問你是不是自用的 是呀 麻煩你等一會兒 一把線,謝謝你五百日圓 你呢 你為太太 不對,不是這把 是那把 多謝,對不起 我可不可以換另一把 可以 有了 真是茄瓜好一點 我喜歡吃茄瓜,當然是茄瓜好一點 是呀 當人做決定的時候 通常都會猶豫一會兒 這樣才可以知道自己真正的想法 真是這樣的 這個道理好深奧 對了,今晚的晚餐 哎呀,比目魚特價 看起來也挺新鮮的 好啊 是這麼好呢 反正看那些魚新鮮 就買了牠呢 青花魚都做特價 而且價錢還比目魚便宜 都是買比目魚好一點 太太,不好意思,要你等 太太,麻煩 不對,不是給目魚 對不起,我要青花魚 我還是覺得買青花魚好一點 那萬一就做青花魚了 我不客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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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好好吃嗎? 味道不錯 阿金,你覺得怎麼樣? 這次難得很好吃 不知道青花魚很好吃 來得很威慰,請多點飯 那真的好 你們知道嗎 我今天差點買了比目魚回來 為什麼? 因為這樣 這樣也有 真的 人只要一猶豫 就可以在選擇的時候 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些什麼 應該怎麼說 就是這樣 不是會令人覺得更加煩 對了,我記得以前曾經有個類似的經驗 當時猶豫了很久 原本我還打算拒絕那隻雙體 你真的決定了不去雙體嗎? 我也不明白你的 為什麼不想去大東市? 那裡有什麼不好啊 我也不想理你 你喜歡怎樣就怎樣 你好啊 你好啊 我想說關於今次雙體那件事 真的很對不起 我女兒說 不是啊 又做什麼啊 因為我 打算拒絕果實了 我終於知道 還是應該選這個人好一點 你到底想要哪杯 要朱古力味好 還是香草味好呢 嗯 對了 那讓我也試一下 嗯 像花師奶這樣說 做決定的時候 猶豫一會兒 這樣才知道自己真正的想法 這個就是人生的秘訣 喜歡選什麼就選什麼 那些雪糕就融了 嗯 要做重要決定的時候 我一定要認真地猶豫才行 都說這個方法令人很煩 做乖 好啊 阿金來了 看看這裡 小冰 你們有幫櫻花樹 櫻花樹 到了春天的時候 就會開很多粉紅色的櫻花了 嘩 真是好想看啊 到時我們一起看啊 嗯 這一棵樹 就是我們的寶物來了 是我和阿金你的寶物了 我們的寶物? 我和小冰的寶物? 好啊 櫻花雕姐的時候 就是萬物回歸翠路的季節 令人懷念的櫻花樹 真是帶給我很多傷感的回憶 在我還讀小學的時候 我有一個經常和我一起玩的好朋友 他叫小碧 不過可惜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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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碧你真的要專校啊 我要去北海道 去北海道 去北海道? 真的要去這麼遠的地方? 嗯 你一定要來找我玩啊 阿金 好嗎? 哦 我一定會的小碧 我會等你的 以後都不能和小碧 一起看我們的寶物櫻花樹了 是啊 是可以寫信的 你要寫信給我啊小碧 你一定要寫啊 我一定會的 哈哈 誰知道 我那個好朋友小碧 他在櫻花剛剛開花的時候就搬走了 我記得沒多久之後 櫻花樹又變回綠色了 小碧他怎麼樣呢 他還沒寫信給我 小碧 這裡的櫻花樹都已經變了綠色了 北海道那裡怎麼樣啊 如果他寫信來 我就寄這塊樹葉給他 哎呀 阿金 你拿葉來幹什麼啊 是這樣的 如果小碧寫信給我 我就寄這塊樹葉給他 什麼是呀 那希望他快點寫信給你 嗯 於是歲月流小 小碧不知道怎麼樣呢 你問小碧這陣子怎麼樣啊 他這陣子已經認識了一個男子了 蛤 小廣為什麼你會知道的 他寫給我的封信裡面說的 寫給你封信 封信裡面說那個男子 長得很小顆 毅小碧整個頭的 蛤 蛤 就連小廣也有收到 小碧寫給他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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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為什麼我竟然沒有呢 你幹什麼啊阿金 吃飯時間快結束了 阿金 我剛剛發了一個很可怕的白日夢 沒事吧 下一堂要換課室上課 阿金你沒事吧 嗯 嗯 小青呀我想問問你 你會不會突然想起一些不開心的往事 啊 有時候都會的 原來小青你都會這樣 我都已經做了十七年人了 那就當然會的了 嗯 不過這些都是因為運動不足才會這樣 蛤 用我的身體是忘記不開心的好方法來的 一 二 一 不過 我的改團往事其實還有下文的 阿金啊 為什麼不吃點心啊 啊 是不是因為這些不是甜的呢 你知不知道 不可以經常吃甜的 其實這些餅乾都很好吃的 啊 阿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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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Creator 究竟發生什麼事啊 meus阿金啊 那阿金啊 你說呀 我知道了 是不是很想吃甜點心呢 你 等一下媽媽還想 不要再哭啊 revenge 這就是香蕉,你吃吧 乖,你有什麼就跟媽媽說 小...小廣今天跟我說 原來小兵有寫信給他的 但是我沒有 怎麼會這樣?小兵這個小兵怎麼可以這樣?他真的很討厭 這個小兵,以後就不要跟他來往 他不寄信給你,就不用癢了 花絮奶 不要緊,不要哭 真的 真的 花絮奶捏爛了 香蕉 阿甘,你又笑什麼? 我剛剛想起一件很好笑的事 是嗎?又會這麼突然 花絮奶,香蕉還可以吃的 一半給你吃 多謝你呀,阿甘 我整天喜歡吃蕉 媽媽都最喜歡吃香蕉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喂,有沒有看到今天報紙的廣告? 蛤?幹什麼呀? 你不知道嗎? 今天報紙說超級市場那裡 洗頭水買了送一 奇了,我家的報紙沒有說 為什麼呀? 我們家的那份都沒有 我們訂的報紙是不是不同的? 可能是啦 我是不是應該換一份報紙呢? 沒有特價廣告報紙都沒有用 我也是這樣呀 喂,喂,喂,喂 快點看一下 蛤,什麼呀? 有沒有搞錯呀? 他怎麼可以在這裡補妝呢? 他不是補妝,他只是化妝 哎呀,剛剛開始 哎呀,打分底 現在畫眉毛了 他這樣根本不是補妝 而是由頭到尾化一個妝才真呀 這個女人有沒有搞錯呀? 這裡是公眾地方,不是她的家呀 我們那個年代呀 根本不會有這樣的事呀 你們知不知道 那時候的女人 連在自己老公面前都不敢化妝呀 難道他連一點羞恥心都沒有嗎? 嗯? 哎呀 他好像聽到那樣呀 哎呀,真是對不起呀 差不多我們要走了 哎呀,沒錯,是呀 不過,不過為甚麼我們三個要好像怕了他 不是這樣,雞恨腳就走呢? 啊 你說得沒錯呀 不對的根本就不是我們三個 是那個女人在那裡化妝,不對的嘛 你們不說我也想不到 但我還跟他道歉 哎呀,真是虧了 幸好我走到這麼遠來這裡買 這裡買的紅啤啤書真是便宜很多 媽媽 什麼事呀 搞錯呀,竟然穿著鞋子踩上椅子裡 我是超人 不管她的鞋子是否骯髒 這樣做也是不對的嘛 哎呀,小子太太這樣不行的 不要緊啦 今天是我找你們出來喝東西的 就讓我請你們啦 要你們請我們怎麼行的 對呀 否則剛才我還吃了一隻熱狗 不要緊啦 在街上坐的小子 什麼在街上坐的小子 什麼在街上坐的小子 就是那些到處隨便坐在地上的年輕人 他們是在街上坐的小子 他們在街上亂坐也挺討厭的 難道他們不怕衣服都骯髒了嗎 就是呀,他們不怕被車撞的嗎 根本就不是一個日本人的所謂 其實他們就是在模仿歐美的文化 他們根本就是不知廉恥 日本看來就快玩完了 沒錯 突然間這麼多人 怎麼推來推去 還用拳頭 難道他以為用拳頭 就可以代表他沒有推過我了嗎 這樣就很危險的 又不是他這樣做 就可以快點下樓梯 搞錯呀,還在裝沒事 我剛剛才買的 好,晚點兒再見 你們知道嗎 我剛才看到那個女孩 她帶給起雞皮 看她的樣子就知道她冷了 年輕女孩是喜歡這樣的 這樣就真是笨 她的裙子這麼短 什麼都被人看完 不再說了 萬一冷親 不就自己拿來摔 剛才那些到處亂坐的年輕人 是否也是這樣 沒錯 沒錯 坐在那個地方一定是很冷的 雖然已經是春天 但是還是有一點冷的 就是 就是 很臭 她生氣 應該是我生氣才對 阿甘 快出來 阿甘 什麼 年輕人究竟做什麼 沒有規矩又沒有禮貌 沒有禮貌? 立暖在公眾地方化妝 又不怕會髒地到處亂坐 經常穿迷你裙走光 唉 真是呀 現在那些年輕人這樣怎麼可以 那日本的未來就是這麼大了 簡直沒有未來可言 你們的大人又是一樣 被小孩穿著鞋子踩上椅子 現在人家後面推人 還噴煙到其他人身上 唉呀 你說什麼沒有未來可言 最壞是因為你們的大人 中的小孩才會這樣 蛤 那班到處坐的小孩 又不是突然之間才會這樣 我說最壞是你們的大人 上樑不正下樑歪 真是這樣的嗎 那也是的 會去在乎這些人的才是大蠢才 沒有這樣的事 但是 你覺得他們不對而去望他們的話 反而會被他們挖回頭 唉 你說得對 我今天在咖啡店裡 看著一個化妝的女生 就被她挖著我了 唉呀 日本這次真的沒有了 那我覺得應該沒有你覺得這麼嚴重的 是仔煎店的店員來 你好嗎 你來真是剛剛好 我們有些衣服要給你洗的 這些麻煩你了 是 那我拿走這些衣服了 我現在先走了 阿金你見不見 見到啊見到啊見到啊 好有禮貌啊 這樣才對的嘛 日本人要像她這樣 她簡直就是日本人的榜樣 你講得沒錯啊 哈哈哈哈 不過這樣啊花師奶 我見到你初初好像是用雙腳去弄門的 蛤 那我有什麼 好心你先做好自己 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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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之後 好精彩啊 春天的花師奶 嗯 好舒服的春天啊 沒錯啦 要把冬天的衣服收起來了 嗯 嗯 在春天 冬天的衣服已經放不下 天氣已經開始回暖了 應該不用吃火鍋的了 在春天 那些煲全部收不下 凡是每天都變雞 唉呀好重啊 來吧阿吉啊 幫我拿去把酒廊哥的樹木櫃那裡 真是麻煩了 阿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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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幹什麼啊 年輕小小子都沒力氣拖著走 你快點拿去拿過去啊 那才對的吧 拖和拿有什麼分別啊 花師奶 已經滿了沒有地方放了 用力點塞進去就行了 絕對沒有問題的 怎麼會塞進去啊 剩下很少的位置可以用來放東西 這麼大包癡子怎麼可以放進去啊 根本不行啊 真是放不到啊 唉 真是呀 做小小東西都不行的 是你塞得太多東西進去啦 怎麼塞不到進去啊 你不如買一本教人怎樣 弄些沒用的東西的書看下 幹什麼 弄他的東西啊 真是太大浪了 都說了塞不下的啦 那個位置小的設置很多啊 塞不下力 要靠意志力的嘛 這個麻煩啦 不要硬撕啦 一定擺到的 麻煩就要靠意志力的啊 啊 不是呀 塞得了 有志者事竟成啊 沒聽過這句話嗎 阿吉啊 男人一定要有意志力 這麼細包廁紙啊 用手指也擺到啦 你連媽媽也鬥不贏 我又不是跟你比賽 如果你這麼沒用的 第二天哪有人肯加你啊 不用你這麼操心啊 總之就是要靠意志力啦 知道就好啦 好呀 要按進去啊 又硬撕東西 他又做什麼啊 教意志力啊 好像買多了一點點 要拿這些出來才行 要不快點擺好呢 雪櫃會叫的啦 看來還沒得啦 既然是這樣就拿這些東西出來 然後再… 吵死人了 為什麼雪櫃會這麼吵啊 對呀 我很快就行了 我要提醒你小心火燭 不要讓雪櫃叫 要讓它冷靜 你說得很對 怎麼了啊 你們看不到我很辛苦的嗎 好呀 好呀 擺好了 怎樣啊 厲害… 你這個東西值得拍手嗎 我雖然沒有扔東西技巧 不過就有塞東西技巧 好呀 不是意志力 不是意志力 還有很多衣服在這裡 看來真的濕不下了 我絕對不可以棄女 意志力啊… 這裡… 這裡… 快點了 塞進去了 不過好像有點危險 塞進去了 又是在這裡強行塞東西 好熱呀 真的靠意志力 我… 說不定花師奶 真是贏一股不可思議的力量 我想起了 姐姐她考高中的時候 你做甚麼 無緣無故在這裡喊聲嘆氣 老師說我想考到第一志願很難 我是不是要說一點標準好一點 花師奶 你別在這裡亂說 要靠意志力 會考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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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會考到 見到了 你媽媽沒說錯了吧 要靠意志力 我記得好像有這樣的事 想不到真的被姐姐考到 與其說是姐姐她的意志力 不如說是花師奶 意志力 會考到 靠意志力 令人畏懼的 法師奶 只不過 是甚麼 阿金 你為甚麼擅持在我房間裡 我問你 這究竟是甚麼成績 甚麼 本來我的成績就沒有人那麼好 甚麼叫我人那麼好 你不努力才考得不好 是你自己決定讀高中 還好意思發怒騷 你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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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不到 跟你說 不要讓雪櫃香 我知道 我已經知道了 法師奶 是否煮好飯 我也不想 給雪藏烏冬卡住 有甚麼辦法 真的 今天吃烏冬 吃燒賣 明天下午才吃烏冬 那你為甚麼要拿烏冬出來 沒辦法 想拿燒賣 就要拿烏冬出來 誰知現在卡住 拿不到 冰箱變成砌圖 烏冬 烏冬 那今晚就吃烏冬 烏冬 但是你 不止掉落地 而且還踩了一腳 怎麼可以這麼浪費 洗乾淨煮熟就行了 不會有問題 別怪他 別怪他 我的運動衣 來了 我記得買在這裡 沒有的 在哪裡 還沒找到 我明明是放在裡面的 真奇怪 放在哪裡 嚇我一跳 你究竟怎樣塞東西進去 是靠意志力這樣吧 把主婦的意志力令人敬畏 令人敬畏 每年到這個時間 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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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 去睡吧 明天要考試 所以今晚我要開夜車溫書 對 說是這麼說 他哪有這麼神心 一定是睡著覺 浪費錢 浪費錢 浪費電費 阿金 拍桌上睡 不如上床睡吧 你正在找書嗎 我正在找書 今晚要找通宵 你不用理我 你先去睡吧 是嗎 我先去睡覺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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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看不出 他是不是真的受得住 我想他很快睡著了 好夜 找完古典文學 11點10 我完全不覺得累 看來真的可以熬通宵 不過想回以前 我試過很多次熬通宵 但每次都失敗 我再多睡10分鐘就夠了 以前都是因為沒辦法好好睡覺 所以才會失敗 不過今天的我完全不同了 我回來了 你回來了 你回來了 喂 法師奶 差不多要7點才吃晚飯 所以我想先睡一會 到吃飯的時候你叫我 好啊 好耶 可以睡了三個半鐘 各位早安 阿金 為何忽然會想睡眼覺 是否覺得不舒服 因為明天要考試 所以準備今晚開夜車溫書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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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著就要溫習數學 加油呀 看來姐姐真的在溫習 我還以為她今天會一覺睡到天亮 每10分鐘被她吵醒一次 搞到我整晚都沒辦法可以睡得到 照這樣看來 今晚我可以睡一覺好 好呀 發生什麼事 好慘啊 不是吧 眉頭有皺紋 眉毛亂浪 臉油膩膩 嘴上生鬍鬍 女生嘴上生鬍鬍 又不是小偷 HH 不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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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樣好像很難看 不行呀 這樣不行呀 眉毛亂掉了真的好難看 我不可以接受這樣的自己 還有 兩棟這樣眉毛 要我以後怎樣去面對牙膏同學 我至少都要把眉毛修好才行 因為 眉毛是女高中生的第一生命 還有, 女生是不可以為了考試而生存在世上 正上方, 給雙眼靠內側 這次的形狀不同 究竟要怎樣拔法才對 沒錯, 眉的尾部應該在眼尾的上面 而眼和眉的弧度, 兩個就要一致 我上次買的東西 有了 差不多忘了這麼好用的東西 好像這樣, 把它壓在眉毛的上面 然後把露出的部分拔掉 然後呢 小小的常識 你知不知道眉毛和雅折毛是身體生長得最快的東西 那是你? 建議注意, 不要摸得太多 同時收眉毛在日後 如果在晚上收, 會永遠收不完 現在再說, 遲不遲些 多好 好啊 眉毛收得漂亮, 整個人看起來都不一樣 嘻嘻嘻 五點了 這次糟了 雖然只是成功熬通宵 不過只是收漂亮了眉毛 那些書根本沒有溫到一半 嘻嘻 嘻嘻 漢毛? 漢毛看起來很討人憎 阿甘, 我煮好早餐的了 你昨晚不是通宵溫集的嗎? 你記住, 要吃多點東西才行 只要有心的, 姐姐都可以熬到通宵 不要吵啊 對了, 阿甘 什麼事? 其實, 你昨晚是不是睡著了? 我沒有睡 那為何今天一早還在拼命溫輸 你們別煩我了 眉毛好漂亮, 史卷好白 阿甘, 又壞了地坐在這裏 裡面的號碼 花家招科學研究所 博士有收到來信了 打開來看看 好啊 裡面還有照片 真的? 這封是千頁願君尊士 一個叫吉住敏光所寄來的信 他說有看我們這一家 小型電戀爐的樣子 好像我們這一家的花絲拉 而且刺到很搞笑的程度 是啊, 我也忍不住笑得出來 好似說是他的兒子 紅桃發現的 接著就是千頁願船橋市的 木下文內所寄來的信 他寫了一首花絲拉的歌 好, 我們一起來唱一下 好啊 那就是花絲拉的樣子了 果然真是一模一樣 好啊